1月4号,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应约同伊朗外长扎里夫通电话 扎里夫通报了伊方对伊朗将领遭遇袭击事件的立场 扎里夫强烈谴责美方的粗暴陷进 表示美方所做的形势将产生严重的后果 伊朗已就此向联合国秘书长致喊 希望中方能够为防治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发挥重要作用 王毅表示美方的军事冒险行为 违背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将加剧地区局势的紧张动荡 中方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 军事手段没有出路 极限时间更行不同 中方敦促美方不要滥用武力 通过对话寻求问题的解决 中方将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为维护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 随着美国对伊朗商号人物实施斩首行动 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度登上了推特勒收板 随着美国首都华盛顿进入紧急状态 要求伊拉克境内的美方公民立即撤出 伊朗也已经下令伊朗全国挨到三天 并誓言罪犯将遭到严厉的报复 伊朗驻联合国代表者表示 美国杀害舒莱曼尼无余发动战争 全世界平息以待 看伊朗在三天的官方哀悼写述后 如何以及在哪里进行报复 全球的油价金价以及股价也都在平息等待着 伊朗人三天之后会给世界一个什么样的惊喜 很多朋友都在问我接下来的局势怎么走 其实我们都知道胆大鬼们会搞事情 但美一双方在转车之前 胆小鬼们肯定要握手言和 首先对于美国来说 目前是急于谈判的 美国刚刚完成尺杀 一贯喜欢揽工的特朗普自己还没说什么 负责动手的五角大龙就主动地把总统搬出来 表示是特朗普下达的指令 对于特朗普来说 刺杀他国的高级外交与情报人员 不仅要承受外交上的巨大压力 而且还要担心遭受到未知的报复 因此蓬佩奥分款地给全球主要大国的 外交与安全部门负责人打电话 并将其发布在推特上那样 特朗普和蓬佩奥也挺欢的 毕竟伊朗也算是一个美国的选举克星 所以为了避免伊朗成为自己竞选时的滴垒 此刻的特朗普给予安排与伊朗的会谈 打出请客牌 可以不设定任何的权制条件 其实对于伊朗来说实际上也是想谈判的 一方面毕竟身处美洲大陆的美国 其地缘安全就像雕楼一样孤落金汤 以目前伊朗哈梅内伊的能力 并不足以掀翻桌子 尤其是在没有两大家族的支持下 与时瓦破也是报不了仇 另一方面苏莱曼尼能够普遍地卑视为 伊朗保守党内的二号人物和哈梅内伊的接班人 靠的是他近年来在伊朗地缘扩张上面立下的赫赫战功 随着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先后进入尾省 美国部署在中东和中亚的力量也在慢慢地退出 全力真空给了苏莱曼尼空前的机会 他指挥的圣城旅扶持了一大批的政治势力 随着苏莱曼尼在中东和中亚话语权的不断争抢 美国的中央司令部也不得不选择与其合作 以维护美国在中东的巨大利益 所以苏莱曼尼是一名披着外交人员外衣的情报投掷 由于与中东各藩都有着复杂的利益交换 看是危险但视着安全 这也是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人物 平时出门连反档衣都不穿 但是取得巨大成功背后的原因恰恰也是危险所在 这种拉着一群小弟与美国搞对抗 可不是官提供情报和训练就可以的 苏莱曼尼不仅需要对外提供大量的军费状态和补给 还需要具有的政治现金用于收买各股力量 这意味着苏莱曼尼推动的伊朗地缘扩张 也在迅速地消耗伊朗宝贵的外汇储备 尤其是随着特朗普上台后失会了一和六方协议 伊朗石油出口的利益迅速滑坡 国内经济也出现了巨大的震荡 因此抛奶袋就知道 伊朗国内的公务系统中很多了 对于纯冰毒物的扩张的 苏莱曼尼是敢怒而不敢言 如今使着哈梅内伊接班人 苏莱曼尼的去世 以及看到特朗普 必然会递出的橄榄枝 伊朗的改革派 必然会逼着特朗普回到谈判桌 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毕竟只要六方会谈重启 伊朗的封锁被结束 伊朗庞大的石油产能 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为伊朗换取美元 这也是符合伊朗国家利益的 几年来 苏莱曼尼 虽然替伊朗打下了一个石叶派石虎 但是目前伊朗却没有经济实力 收住这个新月地带 哈梅内伊需要足够的钱 才能够将中通的石叶派牧师 联合起来 因此虽然很多人在传言说什么 第三十次世界大战 但我认为 接下来可能会有一定的紧张 但停滞地六方会谈 反而可能会加速重启 如果我推测没错的话 特朗普会给出一个伊朗 无法拒绝的条件作为筹码 那就是像当年的古巴危机中 美国偷偷地从土耳其撤出了核弹那样 未来一年内 美国也将默默地从伊拉克撤军 让伊朗看到消化伊拉克的机会 一旦谈判能够重启 中东这个火药桶就会开始熄火 这也意味着整个中东的地域 将出现开启新的篇章 只不过把视野放得更远一点 就算今年美国和伊朗的火门宴谈了 把伊拉克这个钻石送给了伊朗的美国 伊朗也会杀一个回马枪试图取回 而伊朗怕也不过是把仇恨埋在心里 早晚还得搞反击 未来中东这个火药桶怕是停不了 国际舞台上从来没有说离的地方 华盛顿有自己的算盘 德黑兰也有自己的算盘 谁对谁错 谁好谁坏 我们老百姓也整不明白 但愿世界和平真能够实现 至于伊朗怎么反击 美国是进是退 特朗普能不能连认中东会不会再爆发一场战争 我们只能够骑驴看畅本了 江湖上的规矩就是出来混必须要反 即便是拥有超凡实力的美国也不可能例外 第一 美国国内情况显示 一月四旅华盛顿特区社长跑者表示 在伊朗军方降临时于美国空袭之后 华盛顿特区将保持警戒 一月三旅纽约警察局情报部和反恐部门负责任米勒称 尽管自己认为伊朗的报复更有可能发生在 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 但这并不意味着纽约市可以高枕无忧 由此可见美国人对伊朗即将发动报复的威胁 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这背后是无法言说的恐惧和担心 第二 美国官方审布 由于伊拉克国内局势恶化 我们呼吁所有的美国公民立即离开伊拉克 美国公民应该通过航空线路离开伊拉克 如果不行就通过陆路前往其他国家 在伊拉克的美国人赶紧撤 那边太危险了 第三 以色列表示出于对伊朗誓言报复的防范 以色列的军队已经高度戒备状态 伊朗扬扬报复 使得以色列害怕这些报复可能会殃及奔过 最后两句话总结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伊朗这一次必定会出手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美国这一把在劫难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